神石在向外扩展 二百公里 三百公里 一千公里 再次搜索到目标 乌虹破空 飞射过去 一千公里外 一棵参天古树下 一名男子斜斜的椅在树身上 胸膛坦露 他的衣服早已被撕进 露出白金的上身 不远处 十名叶族傲然而立 面露凝笑 再往前 一名气息强大的叶族 一步步向那男子走去 这名男子身上满是血痕 体内真气 已然是很稀少了 男子见那叶族渐渐的走近 也不抵抗 只是仰头看着天空 静静的看着那深深的叶色 嘴里喃喃的一语道 仙介 师父 仙介 师父 不是那么 那么美好啊 那名气息强大的叶族 缓缓走近 宁笑着 伸出修长的右爪 一把 向他胸膛抓去 一道锐利的破空之声传来 那数名叶族都是一惊 抬头看去 夜空之中 一道乌红带着千军之势 飞射而来 什么东西 那气息强大的中年男子样子的叶族惊道 双手架在身前 杨掌 将那飞来的乌红拍去 众目睽睽之下 那道乌红轻易的将那气息强大的叶族手臂斩为两段 更是顺带将他的身体平均的一分为二 快逃 十名夜族面色俱变 心知不可立敌 招呼一声 分作数个方向飞掠而去 身形一晃 已然消失在原地 半空之中 一道乌红回转而过 在空中滑了个圆弧 然后再次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 啪啪啪 十来具无头诗 掉落在地上 十股血水飞溅长空 上方 十颗脸色惨白的头颅 依然向前飞着 过了数秒 才在空中滑落 往后 一具身体一分为二 分为两个方向倒下 大量的血水 从两半身体间蹦出 欲见之术 百里之内 取敌手 于无形 达到剑皇之境 有神兵第五剑胆之柱 风云无际几乎可以在瞬间 秒杀任何境界的天剑 及同等境界之下的强者 双眼睁开 墓中杀体依然为削减多少 身形再次一闪 风云无际已然消失在原地 再出现时 已是在千里之外 修长而白皙的手臂伸出 一武剑胆 已然轻轻滑落掌心 缩为一团 化作为剑胆状 盘于掌心 强大的神石依然未停止扫描附近的地形 一千公里 两千公里 三千公里 似乎已达到了极限 风云无际一咬牙 神石扫描范围再次扩展 五千公里 一万公里 出现了 大量的夜族 大量新飞生者 已然死亡的 新飞生者 一股血色出现在眼中 渐渐地布满了整个眼睛 瞳孔 双手一展 两侧的虚空之中 数万柄白质的剑气排列在侧 身形微荡 再次消失在风铭 数千米长 数公里宽的密集 白质剑气 从虚空中掠过 所过之处 玉山山段 玉树树折 留下一地破坏的废墟 白衣飘飘 当风云无际 出现在一座山峰的 岩石之上时 山底处 数千叶族都抬起头来 你是谁 想干什么 要你们的命 风云无际的声音 出奇的没有半点怒气 平静 平静的可怕 平静的冷冽 舞动的双袖一扬 身后漆黑夜色之中 一片巨大的白赤 显现出来 再一细看 那哪是什么翅膀 分明是无数密密麻麻的 器件组成的双翅 风云无际身体 缓缓向前倾斜 双手展开 两根巨大的羽翼 在虚空中 等身体与山峰城 45度斜角时 风云无际忽然化作那大鸟状 徐徐的 从空中滑落 数十名叶族见识不对 脚下一垫 以人化为黑影 向风云无际扑去 纵观过往太古大陆 叶族可算平均速度 最快的一个种族 一有人带头 立刻数千叶族都化作一道道模糊拉长的黑影 向风云无际扑去 时间似乎定格在这一刻 数千叶族脸色各异 或腾于空中 或半堆于地 或狂吸血 或者平沾于空 或做灰激状 而风云无际 却面无表情地 徐徐从这数千叶族中从容走过 两侧 那密集的器件 轻易地将一个个叶族 极具韧性的身体动穿 时间恢复 双手一扶 无数叶族的尸体 从空中掉落下来 在风云无际面前 一名叶族 面露恐惧地看着风云无际 身体瑟瑟发抖 在最后一煞 风云无际放过了他 告诉我 你们的基地在哪里 你们的主人是谁 风云无际的声音 鼓井不波 听不出半点的感情色彩 眼看数万名童族 转眼之间化为了尸体 独留自己一个 眼前这个人类 在这名叶族的眼中 已然如同 最凶恶的魔鬼一般 声音颤抖着 这名叶族说道 我 我们的王 是叶媚大人 我们叶族的基地 是是在 在在在 请不要杀我 我已经告诉你了 求求你 风云无际点点头 凑上前 伸出一只白皙的手 掐住了他的脖子 轻轻一折 便听一声咔嚓的声音 那叶族的头颅 已然歪倒在一侧 不远处的森林里 一道黑影如落荒之泉 向东方仓皇逃去 风云无际目光一寒 身体一飘 已然再次消失在风中 第五十八章 杀鸡 三 叶霄黄急地在夜寺中奔跑 如同丧家之犬一般 他的记忆回到了一天前 叶霄穿着所有叶族 都喜欢的紧身黑衣 身上披着磨皮状的浮披风 倒挂在叶之森林 最大的那棵古树上 突然所有的叶族 都感受到叶族族长 叶妹的召唤 所有人从牺牲的古树上飞下 落到叶之森林 中央石板铺就的广场上 在那里 叶霄受到了叶妹大人的任命 带领一千多族人 前往第1245号位面 于太古接连处 去截杀一批人类的新飞生者 叶族 生性嗜血 至于为何如此 这一点没什么好说的 连叶霄自己也不知道 似乎本来就是如此 自从人类签订太古协议以来 人类的飞生者数量 就控制在一个极低的水平 叶霄本就觉得奇怪 一个位面 飞生者就算再多 也不过那么数人 有必要带着这么多族人去吗 但是既然组长说了 那就一定要执行的 没有人敢违背 当叶霄赶到时 那个01245号位面的飞生处 居然有数千 形象凄惨的新飞生者 在他们的身后 还有数百飞生者 他们身上全都是雷击的痕迹 似乎是在人类传说的 肚结中受到的致命创伤 空气中残留着一股熟悉而遥远的气味 那是天堂中的天使 身上的圣洁气息 所有叶族 生性对圣洁气息非常讨厌 也非常敏感 所以叶霄很快便分辨出来 这气息的来源 没什么好说的 叶族以人类的血液为实 看到这么多脆弱的飞生者 自然马上是一场大屠杀 一部分人类很机灵 逃脱了 另一部分人 则留下了对抗自己 在花费了一段时间后 所有的人类都搞定了 留下了二十多个人族 大家开了一个宴会 一起享受着战斧的血液 那是最美味的食物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 灾难居然在这个时候来临 对于危险 叶霄有种很难言明的直觉 这直觉曾数次救了他的命 因此就在心里觉得不安的时候 叶霄离开了营地 去到了茂盛的森林中 那里是不错的衍生之处 恐怖啊 恐怖的男人 魔一般的男人 叶族的速度 天下地变人族中的高手 也没有办法比 但在这个男人的眼中 什么都不是 回头 只是一眨眼的时间 数千族人便被那满天质量的剑气 涂露一光 叶霄甚至都没反应过了 便已看到满天跌落的尸体 如同蜂窝般的尸体 一股寒气从脚底升起 一直到脖子 叶霄终于知道 这一趟 为何族长要一千多族人过去了 但即便是一千多人 又能挡得过这杀神般的男子吗 无穷无尽的恐怖 扼住了他的脖子 让他几乎不能呼吸 逃 死命的逃 叶霄根本连回头的勇气都缺乏 一路如丧家之泉 往叶之森林奔去 身后那股冰冷的气息 似远似近 有几次 叶霄甚至 觉得似乎有一股热气 吹在自己的脖颈里 叶霄很害怕 怕得全身发抖 他很想回过头去看看 那人是不是还在后面 或者他已经离开了 但他终究还是不敢 他怕回过头的刹那 自己脖子便会永久地 从镜上抹去 太害怕了 一天过去了 叶霄没命地狂奔 一夜又过去了 叶霄又夺命地狂奔 一天又一天 叶霄翻过了一座座高山 掠过了一道道河流 终于 终于到达叶之森林 此时 叶霄又累又怕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叶霄忽然感觉到 一阵发自心底的喜悦与轻松 到了叶之森林就好 在这里 是安全的 叶霄心道 又想到那魔王 不知道他走了没有 身后静悄悄的 又过了那么多天 他应该 已经走了 叶霄心想 下意识地回过头去 入目的是一道锐利的剑光 随后 便只看到自己无头的尸体 一人牢牢地站立在原地 再然后 便是一片漆黑了 风云无忌轻轻地收回 第五剑胆 在叶霄的尸体上 插湿了两下 尽管上面并无血痕 冷声道 你不应该回过头来 大步一跨 风云无忌从叶霄的 无头尸上迈了过去 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天 在叶霄的带领下 风云无忌终于来到了这里 神石一扫 已然感觉到 这片森林里密集的气息 当下 已然确认 这是叶族的基地 这叶霄再留之日 也无用 风云无忌便 毫不犹豫地将它除去 血在 唯有血肠 早在那名后辈弟子 死在自己面前时 风云无忌便发现了 这样的誓言 我们逃避 只因为我们实力不足 如今 当杀戮再次降临到 我们头上的时候 我们选择面对 因为 我们已非当初 千丈威牙之上 风云无忌迎风傲力 下方 一片黑色的原始森林 延绵数千里 静静的 风云无忌再一次 闭上了眼睛 双臂张开 身体斜斜地倾吓 与悬崖成四十五度斜角 正下方 最靠近悬崖一大片原始森林 突然发出连绵不绝的 琵琶之声 随后 数千数千的巨大古墓 由内向外 依次轰然倒折 惊起了数丈沉沙 那沉浪越来越宽 越来越高 渐渐 向黑色的原始森林深处扑去 左过之处 巨大的古墓纷纷倒折 风云无忌右手掐了一个箭决 随后 便见那一片片树叶 从倒折的巨木树上 倒尸而出 那树以千万计的树叶 形成了漩涡状 在上空盘旋 一路向森林中心压去 越往前 聚集的树片 便越来越多 森林深处 一处空荡荡的广场上 高大的圆柱之上 一名用披风将全身包裹的男子 猛人张开了眼睛 嘴一张 露出一口细碎的丽牙 那人突然仰天发出一声长笑 笑声震破长空 随后 平静的森林动了起来 一阵阵破空之声不绝于耳 黑色森林上空 一道道密集的黑影 几个闪落间 向风云无际 所处的那片悬崖 击舍而来 第五十九章 杀鸡 四 无数的黑影 接连不断地 从黑色的原始森林中拔起 背后的披风一扯 如同浮翼一般 快速地扇动起来 向风云无际飞来 黑影越来越多 最后如同一片黑压压的云朵 带着滋滋的叫声 向风云无际攻击 风云无际眼睛微微移动 手指弹动 那树以异异的树叶 形成的漩涡流 便带着呲呲的破空之声 向着那黑压压的云团扑去 瞬间 将那黑压压的云团淹没 雪见长空 如雪的雨水 从那空中密密麻麻的黑影之中洒落 不断有尸体 带着呼啸的风声 跌落尘埃 但依然又在半空的夜足 在夜空之中急速地略行 并且渐渐地分成树谷 向风云无际扑来 同时伸展爪牙 将那一片片挡在路上 亦或是飞射而来的树叶撕裂 正笑一声 风云无际左手再掐一剑绝 一股旋风 从悬崖的下方森林上刮过 随后 又是无数片细小的叶子 带着丝丝剑技 击涉长空 再次融入到那团 剑气的风暴之中 天空 血水下得更为密集了 惨叫之声不绝于耳 夜足之中 数名脸色苍白 面容猙獰的高手越过同伴 以极高的速度冲向风云无际 数百公里的空间一跃而过 鬼爪伸出 已然带着丝丝尽气 向风云无际的双肩 以及脖颈处抓来 风云无际眉头微皱 也不见他如何动作 便听一声轻悦的剑鸣 从他怀中传出 随后 一抹乌虹划过 以闪电般的速度 在那数名夜足高手之间 穿插了数字 又化为一道乌虹 没入风云无际的怀中 在离风云无际白袭的脖颈 只有数寸距离时 一双锋利的鬼爪 突然停顿下来 一条细细的血线 出现在风云无际旱下 但却没有血珠渗出 只是刺破了皮肤 前方那数名夜足一脸呆滞 脸色 姿势 一人保持着最后进攻那一刹那的状态 啪哒 一声清脆的响声打破了这沉寂 接着 便是那离风云无际 脖子不过数寸的一双鬼爪 突然奇弯而断 血水尚未流出 那名鬼族高手细长的脖子上 已是一道细小的血痕 沿着脖子绕了一圈 血痕迅速的扩大 终于将头颅与颈部 分离开来 那脸色苍白的头颅 向前一歪 辫子跌落尘埃 那名夜族高手身后 数名夜族也几乎是同时 一身紧身黑衣化为漫天的碎片 纷纷洒落 黑衣后面那赤裸的身体上 无数道血痕纵横交错 将身体划分为一块块细小的区间 一阵清风吹过 风云无际身前数名夜族高手 化作了一盆血雨散落 而风云无际的眼睛 却是连炸也没炸一下 黑森林深处的广场上 那名长相俊秀的 脸色苍白的男子 突然脸色变得很难看 只是一会儿的时间 夜族的高手 居然已经被来人屠落得差不多了 本以为对方是个高手 但这么多人完全能搞定 没想到居然还是低估他了 一抹猙獰的神色 出现在夜魅的嘴角 随后便见他突然张开双手 身后的披风化作浮翼状 常常摊开 一声凄厉的长笑 从夜魅的嘴里蹦出 直冲云霄 随后便见夜魅周身 一圈一圈无形的震荡波 向外闪去 所过之处 一圈圈的树木 完全化为细小的碎屑 再也找不到指甲大的一点碎片 震荡波不断的往外迅速扩散开去 大片大片树木 化为漫天飞扬的粉末 闪念之间 那道无形声音 已然迎上了风云无际 所操控的追杀众夜族 一一季的叶片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如同宇宙初开 洪荒出定的刹那 随后便见那满天树叶 与无形震荡波接触的地带 空气极度地扭曲起来 一侧向另外一侧望去 景物完全模糊 更有一道道细微的空间裂痕 在两股不同的力量交集处 不断地出现 又湮灭 再出现 再湮灭 两股不同的力量 终于互相穿透 狂暴的能量 瞬间将那一一季的叶片 撕成了碎末 即便以剑皇之境的修为 也不可能再预使着 如此细小的碎片了 那海量的树叶化成粉屑之后 带着数以百计的叶族尸体 从天空洒落 人影闪出 叶妹穿过那叶片碎屑的粉末 尖上却无片尘洒落 虚空之中 本来密密麻麻的叶族 经此一劫 已然剩下不足千人 而且大多身受重伤 身上或多或少 插着一些叶片 这些叶片都伸入骨肉之中 一半有鱼 你是何人 为何屠戮我的族人 叶妹隔着远远的距离 对风云无忌说道 哈哈哈哈 风云无忌仰天发出一阵狂笑 笑声嘎然而止 风云无忌猛地盯着叶妹 目中一片血色 你问我是谁 你杀我数千弟子 让我眼睁睁看着我的弟子 死于我面前而无能为力 你居然还问我是谁 你派你的族人 去屠杀我弟子的时候 会不知道我是谁吗 说屠杀我 我根本来说是谁